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聊隋阳帝杨广和他的诗词 提到杨广,很多人的心中肯定会涌现出这样的一些印象 比如浩大喜功,荒淫无道,无耻昏君等等 似乎他的历史形象和风雅的诗词歌赋根本就不沾边 其实不是如此,很多人只看到他留给历史的一个侧面,昏君暴君 却少有人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据史书记载,隋阳帝美滋疑,少聪慧,从小就非常耀眼 虽然当上皇帝之后搞得民怨沸腾,风烟四起 最终丢掉了皇位,也丢掉了性命 但他的很多举措其实并非都是恶政 事实上很多决策被后人看作是过在当时,历在千秋 比如修运河等 换句话来说,其实他的很多举措都不错 只是操之过急了,让当时的百姓太过于劳苦了 只能揭竿而起 特别从作诗方面来说 在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当中 隋阳帝也是能够排在前列的 从整个隋朝来讲,杨广更是数一数二的诗人 他的不少诗作快至人口 就连后世借鉴过他作品的几首诗词 也都成为了名家大作 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和魏征聊天时 谈及隋阳帝的满腹才华 也不禁叹息说 这表明太宗也很承认隋阳帝的才华 同时也对他不知爱养百姓 急功近利 折腾建东都 修运河 下江都等 给百姓造成巨大负担 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发出感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不谈隋阳帝的功过是非 咱们从诗词文学这个角度 通过他的诗文来了解隋阳帝 也欣赏他的千古文章 我想首先我们应当了解的是 隋阳帝的诗在当时是很具有开创性的 为何这么说呢 按照风格分类 诗歌的流派很多 比如汉代写诗的乐辅诗 陈朝以宫廷为中心的宫体诗等等 而隋阳帝所处的时代 正是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期 当时的诗坛流行的正是所谓的功体诗 在这些诗里 诗人们一般歌咏的是什么呢 大部分写的就是美人的娇美 宫殿的华丽 宴会的奢靡等等 可以说是弥漫着一股淫靡之气 比如当时陈厚主写的 玉树后庭花就是如此 它是这么写的 立与方林对高阁 新装艳至本清成 硬护凝胶炸不尽 初为寒派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寒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 读这几句诗我们就能感受出来 死草的确十分华丽 但是也免不了内容空虚 当时的大部分诗人 写的都是这类型的功体诗 公元589年 陈朝灭亡 隋朝统一了南北 就在隋朝刚建立的时候 文坛上还是一派秘密之音 年轻的杨广不遑多让 写下了两篇大作 其中一篇就叫 《春江花月夜》 不错就是和张若虚的那首 《千古明天》同名 其实这不是巧合 《春江花月夜》原本就是岳府旧题 它的首创者不是别人 正是被隋朝打败的陈后主 不过陈后主写的是艳曲 而杨广用同样的题目 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意境 他写的是 这首诗大约是人寿初年阳广凤照 巡抚东南时所作的 阅读这首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傍晚平静的江海 天色暗下来之后 就着月色远远望去 可以看见春花在岸边盛开的美景 微风拂个江面 流动的江水滚滚向东 仿佛把月亮给冲走了 将水往岸上拍打 好像又把漫天摇曳的星星带给了我们 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杨广的相比 可以看出张若虚是受到杨广启发的 毫不夸张地说 杨广的这首诗在描绘春江花月夜的各种景色方面 具有开仙和之功 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朝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我们二手能详 同样是春江潮水明月 只不过杨广要先于张若虚所作 张若虚应该是借助了隋阳帝刻画的意境 来营造出那种江流照明月 朝水拥星光的绝美景象 更脱化出了海上明月这样的优美诗句 今天再来看杨广的这首诗 能够感受到景美 义正 勤浓 魏雅 她的才气可见一斑 她没有把文学带向宫体师的死胡同 而是冲破了陈良宫体师的梵梨 拓展题材 把诗歌引向军旅和宫廷之外的山水风光 从而使隋代文学出现了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她对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是有功劳的 我们再来看她的另一首诗 《野望》 寒鸭飞树点 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 遗忘 暗消魂 这首诗言简意远 语言质朴 短短二十个字就描摹出了一幅 意境幽远的孤日晚景 许多年后 秦官忍不住致敬写出了她著名的诗句 《斜阳外寒鸭万点,流水绕孤村》 至于大家更加熟悉的马志远的天静沙秋思就更是明天了 《枯藤老树荤鸭,小桥流水人家》 所描绘的都是日落时分 寿马孤村,乌鸦归零 寂寞苍凉之色,悦然至上 大夜五年 已经登基的隋阳帝从当时的隋朝首都大兴城出发 前往位于甘肃西北部的张业俊巡视 这次西巡历时半年,非常辛苦 也就是在这次西巡的途中 杨广做了一首著名的《银马长城枯行》 我们来看看这首诗 速速秋风起 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 横墨筑长城 起台小资质 心胜之所赢 数资万事策 安子亦照生 这首诗非常大气 当然也有人认为 它是大业八年隋阳帝率军清征辽东的时候所写的 不管是何时所写 在这首诗当中 阳广都以帝王的视角 颂扬了修筑长城的历史功绩 长城是先被智慧的构想 是百姓安宁的保障 长城在望 马在嘶吼 旗帜翻飞 千成万骑的军队保家卫国 捷报平传 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气势辉弘 颇有魏武之风 人说 诗者 在心为智 发言为诗 所以说 这首诗也从一个侧面 让人们看到了隋阳帝的报复 至于隋朝和隋阳帝本人 后来结局如何 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杨广的这份财情 和曾经的远大报复 这首诗也奠定了隋阳帝杨广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军旅诗刚见豪迈 具有扭转颓势 开启唐音的重要意义 他的山水景物诗刻画细腻 意境优美 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值得品读 好的朋友们 今天关于隋阳帝杨广和他的几首 具有代表性的诗 就和您聊到这儿了 隋阳帝的这些诗您喜欢吗 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 这里是志远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